QTQR界面说明 那这一个QTQR的程式呢 它的界面设计的非常的干净简洁 那主要就是几个 不同的区块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它可以产生的QR Code的这种类 有这么多 那在这个区块呢 就是我们需要的QR Code的这一个 资料内容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输入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些相关的参数 例如说这个QR Code的大小 那在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会产生QR Code的结果 或者是我们要解码的时候 可以把QR Code拉到这个地方来 那下面呢我们看得到的就是 存档跟读取QR Code的位置